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邦邦呢 延长赛打了八场 背中只赢了一场 一胜三合四百 八场只赢一场 去年呢 也差不了太多 八场比赛只赢了两场 那多少都会让人联想到说 是不是打不赢 心累了 不是身体累 是心累了 当然了 大家都知道 棒球运动啊 这些年都朝着缩短比赛时间来做改革 但就算取消了延长赛 终止的比赛时间跟节奏就能够有效的改善吗 团长的频道的社群 今天也进行了一个相关的民调 超过2500名以上的球迷 踊跃的参加投票 谢谢 那在四个选项当中 我们统计到这个今天9月22号大概五点钟为止呢 四个选项里 第十局就开始采用突破僵局制 这个选项获得压倒性的一个支持 有六成左右的一个支持 维持现状 排第二 比例大概是18% 那第三个选项排第三的是 比赛偷偷拉拉 不应该牵托延长赛 排第三 大约是14% 那红总的这个案子是说 最多打九局的呢 不到十分之一 大约是9% 这是四个选项的一个票数的一个状况 那详细的投票结果 你现在看到这个影片可能又有一些改变 但我相信改变不会太大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团长这个社群的这个问却 那这样的一个民调结果 我相信大家应该也不会太意外 那采用突破僵局制 除了能够想办法尽快分出一个胜负之外 能够跟国际赛做一个接轨 绝对也是大家偏好的一个原因 但是 国际赛的重点是团队的输赢 进入突破僵局制所衍生的一些记录的问题 在国际赛是可以忽略 基本上是可以忽略 但是 持棒在各项记录都有它的一个重要性 无论是团队的 无论是个人的都一样 所以这部分 当然就必须要好好地做一个评估跟研理 但是 中华职棒的比赛冗长加上节奏缓慢 光是针对延长赛来改革就有用吗 还是让数据来说话 今年的球季统计到921为止 平均的比赛时间 这是total的啦 平均每场比赛时间是3小时29分 快要三个半小时 这当中包含了17场的延长赛 那如果把这17场延长赛扣掉 也就是单纯只统计打9局的比赛 时间能够缩短到多少呢 刚才是3小时29对不对 答案是3小时23 很失望啦 基本上只缩短了6分钟 想想看 如果再加上突破将局制 就是说万一平手延长赛就突破将局制 赛制跟国际赛做接轨是OK的 但是想要因此来缩短比赛的时间 恐怕是办不到的 办不到的 那把时间拉长看也差不多 如果从2012年到2021年今年 这10年中职正规9局的比赛时间 只有10年里面呢 只有一年 就是2014年是小于3小时20分 那那一年是3小时16分 其他大概就是在3小时25分上下平均 所以问题的本身 恐怕跟延长赛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那团长接下来就直接讲 团长认为可以加快节奏的三个建议 第一 是有关电视辅助判决的 电视辅助判决要改成 各队只能够挑战失败一次 但是成功的可以继续挑战 失败一次就不能再挑战 但是成功了可以继续挑战 按照目前的挑战办法 各队的挑战 尤其是第一次的挑战 或者是比赛快要到尾身 他还没有用的时候 经常是那种 我不用白不用的那种 反正试试看 差很多我还是照用 反正尤其是比赛刚开始的时候 挑战失败了还有第二次 对不对 甚至于按照现行办法 用光了 比赛后半段还可以凹裁判来无限挑战 然而每一次的挑战 保守估计 往往都要花3到5分钟 我们取中间只算4分钟就好了 我们用4分钟来算 如果该场比赛 两队的挑战都用好用满 各两次嘛 就4次 4分钟 4次16 就16分钟了呢 一场原本3小时的比赛 是不是就变3小时16分 这是第一点 第二 每个球场都比照国际赛 设立倒数计时器 内外野 这个等于是中外野跟白点后方 各装一个 用明确的倒数计时 来约束 攻守 交替 等 时间的一个限制 更重要的是什么 主要就是针对 垒上没有人的偷球节奏 这是第二点 第三 总归还是人的部分 具体一点讲 还是要寄望裁判 举凡球员想刻意的拖延 或教练想要无谓的抗议等等 这都需要裁判更费心的去提醒 或者去警告 那球队呢 也不能只抱怨说 比赛 漏漏等 不要忘记 比赛的主角最终还是球队的成员 如果大家没有形成一个共识或习惯 时间就是滴答滴答 一分一秒的流失 老实说 团长对这一类的改革是比较悲观的 原因是宗旨 大家都知道 一切就是以赢球为优先 其他都是其次 各位想想看 就算你只是一个单纯的球迷 你愿意看一场 打了四小时的比赛 但你支持着球队 还是说 我要选择一场 只打两个半小时的比赛 但你心爱的球队 输球或吃锅贴 相信还是选赢的比较多吧 我们当球迷的都这样想 关系到他们的心思 关系到他们的饭碗的 球队的这些真正的参与者 比赛的冗长或拖拖拉拉 根本不是问题 何况就算打 只能打九局 我们假设只能打九局 按照洪总的案子 很多比赛的剧情 会变成什么样子 他立刻会变成 大概从第五局以后 就开始做投手车轮战 因为为什么 因为如果当你知道 比赛最多只能打九局 连什么突破僵局都没有 也不会打到十二局 你投手会怎么用 牛棚投手绝对 毛起来用好用满 到时候反而是怎么样 打九局的时间 搞不好比现在更久 不减反真 所以洪总的建议 基本上可行性 应该算是最低的 也是最不合适 那我们事实上 也可以观察一下什么 即将开打的U23 也就是说看城邦 九局制改成七局制 他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值得观察一下 那至于中止要怎么改善 团长认为 还是从能马上做的事情 包括那个倒数 计时器 能做的就赶快开始做 那最后的最后 团长也泼个冷水 预言一下 中止如果是 改成大家所 比较倾向的突破僵局制 其他的都没有改 比赛的时间 我认为只会拖更久 为什么 因为一开始 垒上就有人 垒上有人 那个倒数计时器 也没用啦 投手又开始 慢慢来 然后触及又失败 弄来弄去的 光想到就觉得好可怕 好了 也欢迎大家 用你的留言 来分享你对这件事情的一个看法 我是团长赛米丽 最后当然还是祝福大家 健康 开心 平安 最重要 我们下回再见咯 拜拜